弟兄好久不见 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大家晚上好 给我这样多时间 我可以畅所欲言 怕是怕 我的分享 可能最重要是 要可以有照旧信 对吗 刚才我们主席问 有没有新朋友 有没有新朋友 没有见过我的 有吗 哈喽 挥手一下 有 还是有的 还是有新朋友 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会讲一些的见证 开了吗 这个吗 开了 OK 那 感谢主 又回到熟悉的这个讲台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 也带来一些神的话语 跟大家彼此的鼓励 我常常在讲台上面 我都会先讲说 我没有神学背景 但是神有恩典 Amen 我没有上过神学院 但是神在祂的话语里面 不断地照亮我的生命 我也希望我所领受的亮光 可以来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照亮 让我们曾经在黑暗里面的弟兄 或者是姊妹 让我们生活能够亮起来 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人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很多时候我来到这边 我都会唱歌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需不需要唱歌 讲笑而已 好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 会是讲到 看起来很严肃的 对不对 得丰盛的生命 这个肯定是要背很多经文 要看很多圣经 然后 好像要锤要炼 才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 然后我们相信 神为我们每个人 预备丰盛的恩典 要给我们过丰盛的生命 Amen 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 看来每个都很紧张 包括我在内 奇妙的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真的感谢你 赞美你 是你从淫泥里面 把我们绷起来 是主 你不单止就把我们 还绷在你的手心里面 主啊 叫我们今天能够成为 何等一样的人 今天孩子有这个福气 可以站在讲台上面来 服侍你 主啊 是你多年来的恩典 和祝福 主啊 叫你不断地在孩子生命里面 你塑造 帮助我 磨炼我 主啊 成为更 讨你喜悦的人 主啊 今天晚上孩子 站在讲台上 要分享的 都求圣灵亲自来做我的老师 来恩高 来祝福 来帮助 叫讲的 听的 唱的 都能够彼此的造就和鼓励 给你赐福以下的时间 与孩子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Amen 所以这个得丰盛的生命 有一段经文 我相信很多弟兄都很熟悉的 尤其我们的阿龙哥 有没有 你们知道阿龙哥的见证吗 对不对 他信主了一段日子 佛佛称称 好多年 有一天他看到那件T恤 是说丰盛的生命 有没有 然后整个生命就被逆转了 原来他以前过的生活 疯疯癫癫 高高低低 一点丰盛都没有 后来他得到这个的启示 就是在这个耶和福音 十章十节那里 讲我们要得到 有丰盛的生命 OK 这样大哥这个字 够励一些 哎呀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帮我做的 我都不大会做 你们看得到的吗 你们会背了啦 不用看啦 是不是 来我们一起来好吗 一二三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杀害鬼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OK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这里的羊是指 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耶稣希望我们可以像羊一样 受到保护 受到供应 被他自己来祝福 被他来带领 是不是 但今天在分享这个丰盛的生命之前 我要讲的是上半段 他说盗贼来 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 跟你身边的人讲 盗贼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牧师都是讲丰盛的那一部分 比较多人讲 但是 我认为 对我们当中的过来的人来说 盗贼呢 更需要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盗贼 好不好 有多少个人被偷过东西的 有吗 有 多少个人被抢过东西的 有没有 有我 我也是坐在妈妈当 也是跟人家抢了一个电话 那个是很多年前 我都很alert的人 我很警醒的人来的 我喝茶的时候 因为是在路边妈妈当 这样一辆摩托来 我就很醒目的 摩托来了 我就马上把电话收起来 有没有 然后 他就去打包水 我就想 他来打包水 我把电话放回去 我把电话放回去 然后他一打包水了 哇 他的手指够长 因为我电话上面 我还放我一副眼镜 我心想这样不容易拿 是不是 两样一起给他脚掉了 那个是非常贵的 我日本买的眼镜 哇 心痛到不得了 所以 一个教训 就是 你要警醒 就要警醒到底 Amen吗 跟我们身边的人讲 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到底 这个是非常痛的一个经历 那这边讲盗劫来 刚刚我讲 盗劫 刚才那个盗劫 有没有跟我们appointment 有没有跟我讲 说 我要来了 你小心一点 有没有 有没有像医生这样 我几点到你家门 没有 对不对 也不是像搬运公司这样 有没有 他要来之前 会打电话call你 说我几点来办 有没有 到节目 call你 所以我还有一个更不好的经历 是什么呢 就是 我跟我的爱人 结了婚 星期六结婚 星期一 就要出国旅行 去欧洲度蜜业 所以 星期六结婚 就收了很多红包嘛 对不对 那个红包不少啦 因为我请了六十几围台嘛 对不对 那礼拜一天呢 我就 去我妈妈的家吃饭 去我妈妈的家吃饭 就顺便算那些红包钱 OK 这样我差不多六点多去吃饭 吃到八点多回来 我的家一片凌乱 可以想象得到吗 我的家一片凌乱 就是说 贼已经来过了 他偷了什么东西 以前那种电视机很笨重 很大价的给他偷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keyboard 也是很大个的keyboard 然后二十几年前 然后还有一样两样东西 加起来也是要八九千块 对吗 他有没有combat appointment 他也没有让我知道 没有 我吃了那顿饭回来 我吃了那顿饭回来 哇我的家变了样 所以盗劫都是很可恶的 OK 盗劫是很可恶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盗劫什么时候来 我这里有几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因为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那边讲到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尽阳泉 不是从门进去的 从壁处爬进去的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我们华人有很多的风俗 有很多的传统 我们是迷信 更多是盲虫 最近可能你们在网络上面看见 清明界到了是不是 有一些人买iPhone去烧给老人家 他买了iPhone 没有买到充电器 然后老板就讲 你没有买充电器不可以的 你要买一个充电器去烧 烧了之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又讲 好像又要买什么电话卡 又要这样那样 SIM卡 是吗 然后最后 当然老板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万一你的电话不会用的话 他们会call你 是 这些听起来都很好笑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的确有一些盗贼 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的 我再讲一次 的确 有一些rober和tips tips 是从这些地方进来的 就是在我们的丰树传统里面 在我们迷信盲虫里面 比如我说 子为斗树 手掌面相 星座算命 肩铺问卦 五行或者是八字 或者是五行 生命 这个生俏命理 读通书 还有提挡那个跳筒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去看什么 前世今生 真的是不一而主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的外甥 他有一个同学 长得很可爱的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算命的搭进他的家 跟他说 这个孩子以后可负命了 十二岁的女孩子 蹦蹦蹦跳跳 他听了之后他会怎么样 他是不是一世人都不会开心 因为他不懂要嫁还是不要嫁 如果他嫁的话 他磕掉他的丈夫 他就要手挂 是不是 这些会影响你一世人的一句话 对不对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的传统迷信 然后我隔壁家很可惜的 就是有个老人家 他给人家算命 那算命先生讲 你将来又有两个儿子罢了 一个是 一个是 不见话讲 一个是傻的 另外一个是没有的结婚的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这个老人家相信 他的儿子到今天 就是一个傻的死掉了 一个老的还没有结婚 已经差不多要七十岁了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们可能 以前在赌钱的时候 我们去算命 我们去看风水 我们甚至到处去求智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我的同学就跟我讲 哇 这个很灵的 你要在半夜的时候 去这个地方插一支针 然后拿一条红线 去另外一个地方 再插一支针有没有 然后去求智有没有 甚至有一些人半夜 去坟墓那边求智有没有 所以你认为这些东西 好还是不好呢 肯定是不好对不对 因为圣经讲什么 圣经讲啊 我们不要看风水 我们不要用法术 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 《生命纪》第十八章那边讲什么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死而你经火 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法术 也不可有监扑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用迷术的 教诡的 行悟术的 过阴的 这些种种都是当时 中东很流行的 一些迷信的 这些神秘宗教 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朋友 在我们认识耶稣以前 尤其是当我们在沉迷 在赌博里面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它就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 毁坏了我们按照神 形象造的我们 使我们常常就会变成 怕头怕的 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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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们没有办法喜乐 我常常爱讲 那些买万字票的人 我们当中有谁买过万字票的 可以表录一下审份吗 这样是没有是吗 阿明 你想想一下 当时间到 你的万字票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紧张 惨了惨了 还没有灵感是不是 对吗 但是当你买了之后呢 你又怕什么 看到乌鸦飞过有没有 是不是乌鸦不用出来炒吃的 我看到和尚经过 哇 你就整个人不懂怎么办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如果看到人家出山呢 那些死人要去埋葬 那个出病的时候呢 哇 完蛋完蛋完蛋 对不对 所以你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方向 一点平安都没有 所以我相信 上帝是真的是很不喜欢 我们做这些事情 神秘记那边讲到说 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 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啊 病死他的儿子经火又观照 用法术教鬼行物术 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中他的怒气 所以我们做这些东西 我们得罪神我们不知道 当然今天我们信了主 这座上帝的恩典 耶稣赐下的宝血 已经接近了 只是我们当中 有一些半信半迷的 可能你还在脑海里面 你还有那些算命先生 跟你讲过的话 你还有看风水的 跟你讲过的话 还有跳筒的跟你讲过的话 有没有 那些你可能还在记忆里面 今天晚上我们就奉耶稣任命 叫这些都出去 离开 不许他继续的影响我们的生命 不然我们信了主 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 丰盛的生命 因为盗贼还住在里面 我们还没有把他赶走 我们可能是报了警察 但是还没有把他抓掉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不相信警察 马来西亚对不起 sorry 讲错了 耶稣 你离去了 你百姓家 百姓雅各家 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速 做关照的 像菲利斯人一样 并和外邦人记长 这些都是说上帝会离开我们 他这边是这样写 因为他离开这个百姓雅各家 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是做这些事情 让上帝不喜欢 第二样 这个盗贼 他可以从哪里来 从娱乐 从电影里面 从电视里面 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常常说 每一套电影 都是叫一片 我再讲一次 可能你不认同 但是我讲了之后 你就会明白 每一套电影都是叫一片 是叫你好还是叫你坏 现在中国很多大学 在研究周兴茨的电影 可以成为一门学科 有一台里面有很多 所谓的高深 高深的 非常深奥的一些的哲理 所以他们把它当做 一些的哲学的研究 我从来没有忘记 我小时候很喜欢去海边 虽然我住到山上 但是我去过一次海边 我就很想我要去海边 我非常喜欢去海边游泳 但是自从我看了大百沙之后 那个音乐我都忘记了 如果现在放一下那个音乐出来 我都还会啪看 是不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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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哇 那个大百沙要出现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音乐 所以造成我长大之后 我在香港住这样久 我都不敢去海边游泳 为什么 因为这些电影 烙印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林牧师 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连续机 知道是什么吗 当然啊 这个是换了主角 他看的那一套是谢贤的 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 对不对 他讲 有一天 他看着那个电视 然后指着电视发誓 他这些都是假的 我要做真的千王之王 林牧师讲见证没有讲这些了 以前 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会这样讲 所以电影会不会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对不对 我这里不是批评 我讲真的 你看香港某些导演的电影 你会不尊重女性 为什么 因为在那些电影里面 女性常常被泄露 会不会影响我们 如果我从来不会忘记 我以前那种生活 很烂的生活 对他太不礼貌的生活 是电影影响我的 在那套电影里面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个男主角 把东西摔坏了之后 撕了一些东西 然后打他太太 我是酒瓣酒瓶 并模一样 所以带来一个后果 非常大的后果 所以会不会影响我们 有没有盗劫在里面 堵神系列也影响我们 我们当中有没有谁 戴着戒指去银顶转转一下的 有吗 还吃巧克力有没有 站在台上那个就是 哎呀真的很蠢啊想回来 对吗 老人家讲你要穿红底裤进去 有没有 然后进去的时候要背面进去 不可以面向进去 不然那小鬼认到你会输钱 有没有做过这些傻事啊 又是台上那个人做过了 然后欺谋人西 我孩子说 那个画面很恐怖 他没有放上去 这个对我来想影响也是很大的 因为在这些电影里面 他们是用天主教的神父 来欺谋来赶鬼 但是当那个魔鬼 那个坏人 那个魔鬼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 这些神父就会拿他们的念族 来念念念念的念族 丢下去 那个魔鬼爬上来 然后圣水洒下去 魔鬼又爬上来 吃指甲丢下去 他又爬上来 圣经丢下去 还是爬上来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些电影想告诉我们 基督教没有能力 但是如果基督教没有能力的话 怎么可以把一个烂毒鬼 变成戒毒会的会章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些全部都是盗窃 101%的盗窃 我们要不要把他赶走 要不要警察把他抓掉 肯定需要 对不对 八百沙系列 还有一个灾难片 有没有 有时候你看了那些灾难片 你不敢坐飞机 有没有 也不敢坐轮船 有没有 脑里面胡思乱想 有没有 还有一些所谓的古人的智慧 或者是我们传统的术语 你看Timber很喜欢放东西 在他的Facebook有没有 我们Timber弟兄 他今天放什么 他说 有钱不赌对不起父母 是不是 把钱输光为国争光 是不是 对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常常 这些话挂在口边 这些都是盗窃来的 这些就是我们在咒骂自己 在自己的思想里面 在那边做一个再教育的工作 叫我们坏 叫我们不能不累 里面有什么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其实这一段话的真正意义 不是说你要为自己着想 他这边的意思本来是说 因为你看很多电影 那做了坏事的 都会念这一句的吗 言报还可以天诛地面 说得理所当然 做坏事好像是很应该的 但是他真正的那一个意思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就是人如果不 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话 天诛地面 他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 他的典故是这样 我是上网查过了的 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要管理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不做不到的话 天诛地面 不是如果我们不为自己 不自私自律的话 天诛地面 我们不要搞错了 不见调了 不见调会讲更久了 不用怕 还有我们以前 林牧师常常讲的 他说得劳人处且劳人 但是 你没有能力劳人的时候 你就恨他到底 我恨你厉害 你发费我的家子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就很苦了 我们就对我们没办法原谅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记仇记恨了 我们从一个误会 变成一个厌恨 变成一个苦毒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 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 圣经是这样讲吗 圣经说我们要 饶恕人家 不只是七十个七次 就是我们真正的 要借着耶稣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原谅别人 这些都是古人的所谓的 智慧或者是一些的素语 所以影响我们一世人的 这个人定圣天 我们去了夜球回来 我们讲 真的是人定圣天 有没有 我们找到我们人类的遗传 就是DNA之后 我们讲 哇我们已经是不得了 但是很多骄傲的科学家 他们没有注意到 他们只是发现上帝的创造 他们没有发明创造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发现DNA 你不是发明DNA 我再讲一次 没有什么真的骄傲的 人没有办法胜过上帝的 绝对没有能力 哇这个够力 复仇不公再代天 然后什么 君子报仇 十年不往 你看那个李小龙的戏 有没有 哇就每天想着要报仇 我以前看那些戏就想 哇谁得罪我就不得了 我就是要找他算账 有没有 但是如果上帝爱我们 上帝为我们的罪 舍身在十字架 上帝也原谅了我们 我们要不要原谅别人 要不要 对吗 更何况很多时候 我们得罪人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对吗 我们赢钱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得罪人 输钱就伤害人了是吗 我们赢钱就得罪人多 称呼人少了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中万支票中一百钱 你讲话会不会一样啊 肯定会不同 对不对 本来是你是吃罗迪迦奈都很好过的 现在罗迪迦奈不是人吃的 有没有这样的 天天要去称包鱼鱼吃有没有 以其漏反性来养生给 对不对 这样你讲话得罪人你不知道 是不是 还有这一集也是害死很多人 人什么 他写错了 人无横财不发 马屋也产不肥 多少个人被这句话害死了 有没有 这句话更够力 哎呀 摇倒美崴 风水轮倒君 一定会轮到我 什么人有三水六旺 那个也是打错 对不起 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命运风水 就影响我们非常的大 这些道解到今天 我们信了耶稣可能都还住在里面 我们还没有把他赶出去 但是圣经讲什么 遗忘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直 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叫 我相信今天晚上会来到我们当中的 都是智慧人有没有 跟你身边就有一个你跟他讲 你也是 对吗 我们今天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认识 敬畏以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圣者就是聪明 对吗 所以我们已经是信了耶稣的 全部都是智慧人 Amen吗 宜完人心里说没有神 刚刚过这个Aprifus 是不是 他们心里说没有神 有一次在美国有个法官是说 他们去申请说 4月1号要做公共假期 因为你圣诞有圣诞节 你 没有 无神论者 他们要申请一个假期 就是无神论要有自己的假期 你圣诞节有假期 你圣诞节有假期 受难节有假期 这么我们无神论没有假期 然后法官就跟他讲 你们已经有了啊 4月1号啊 不用再选了啊 是不是 就是 宜完人心里说没有神啊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证悟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OK 刚才讲了 几个道解了是吗 这个也是一个道解 就是遗传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内在的誓言 遗传是什么呢 你是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讲你有糖尿病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爸爸妈妈都有糖尿病 有谁相信这些的 今天我们把它砍掉 可以吗 可以 因为医生在做主你的身体 你又接受 这样你会不会有糖尿病 他讲你有心脏病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的公公有心脏病 那你是烂毒鬼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爸爸也是烂毒的嘛 是不是这样 不然就你哥哥烂毒了 对吧 不然就是你外婆烂毒了 我们都相信这些 我们都接受这些负面的东西 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他就慢慢长大 慢慢生根 慢慢长大 我们就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疾病啊 刚才讲了 咒诅啊 贫穷啊 我们Johnny Wu FGV的一个弟兄他很喜欢讲见证 因为他小时候他一直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穷 他要脱离那种穷的局面 他就他妈妈 问他妈妈 他妈妈讲你爷爷是穷的 你爸爸是穷的 我看你下一个也是穷的 但是他不相信 他来基隆坡他信了耶稣之后呢 他爱讲的见证就是说 那时候妈妈把妈妈只给我二十块钱 来基隆坡打拼 现在我有一间两百万的屋子 Amen 所以我们要砍断 我们封耶稣的名 我们知道耶稣的保血 已经买出了这一切的咒诅 疾病 贫穷 远远的离开我们 Amen 还有我们很多誓言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咒骂自己 哎呀 再存多么有意啊 谁啦 谁啦 有没有 碎啊 碎啊 碎了 碎了 有没有 我们常常也是咒骂自己 有很多的话语 或者是叫做口头禅 我们以为无伤大雅 我们身边很多人都这样讲 我们要跟着讲 但是这些内在的誓言呢 一直就影响我们一世人 我没有记错的话 曾经有一个牧师 她很会做内在一致 有个姐妹还在要怀孕 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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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怀不了孕 有一次在那个服侍当中 圣灵运行得很厉害 圣灵运行得很厉害的时候 圣灵启示这个姐妹 这个姐妹呢 她感觉到 当她妈妈不愿意的情况 怀孕怀了她之后 曾经思过去到河里面 想要自杀 那姐妹在母妇里面 就已经讲了 就已经受影响 然后在她成长的过程 她就讲我不要生孩子 我不要怀孕 所以到她结了婚很多年 都没有办法怀孕 这些都是内在誓言 这些都是盗贼 OK 我讲很长 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些很重要的 在上有权柄的人士 他们的话语 包括谁 父母 亲戚 长辈 老师 都会影响我们 我蒋介正可能讲过 我一年纪到六年纪都考第一名 也谁知道嘛 真的是很厉害 算是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有一天我老师来做家房的时候 看到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很少在家的 对不起啊 不是讲他坏话 这是事实 那他就跟我爸爸讲 因为爸爸他们叫他母鸡嘛 因为他 他的外号啦 听懂 不见话就知道是什么啦 母鸡 你这个孩子的人会读书啊 你要好好栽培他 母鸡听了怎么说 会读书有屁用啊 要会赚钱才有用啊 我当时在那边当场我就听到了 啊 会读书没有用啊 会赚钱才有用 这样我中学就会开赌当 会不会赚钱 算是也是算是不错的 有成就一下对不对 但是做父母的 我们不要没骂孩子笨 发现有一些朋友的信了组织后 他教导孩子的方法 可能是他爷爷那一套 孩子考试考的不好 他就骂你真笨你真蠢你没有用 上考插锈我过上雷 这些都不好 我们是有权柄的人士呢 因为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用什么 用手啊还是用脚 还是用电脑 他用嘴巴而已 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神的嘴巴有能力 我们的嘴巴有没有能力 我们的嘴巴肯定很有能力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骂孩子笨的时候 我就说琢磨你这样聪明的 有没有 我都不会把笨字讲出来 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做啦 如果你真的要骂的时候 你不是 他也知道你骂什么嘛 是不是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因为这些话语咧 肯定会影响我们一辈子的 我们常常被标签 蠢啊 没有用啊 没有出息咯 我们不见人骂孩子 顾虑我 那些粗话 还在我 没有办法讲啊在这边 没有录音都不可以讲 因为在这个讲台上面 对不对 我们听过很多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骂我妹妹 很多什么器官都骂出来 对不对 太危险了啊 对不对 那一句可能可以讲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讲 可能可以讲 咬小蝶鸟 不是不见人家听不懂 ok 那些都是道解 有谁记得我讲的几样 ok 我们再重问一下好吗 ok 在上有权柄的人士 他们讲的话语 ok 然后什么 遗传 内在誓言 古人的智慧 或者是传统的术语 ok 然后 这个你们要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可以 可以 嗯嗯 哈啰 可以吗 可以吗 怎么会不见了一出来 第二个是什么 娱乐 这些电影电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丰树 传统 迷信和蒙重 这些都是道解 现在我要讲的是什么 是神答应我们给我们 丰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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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现代人来讲 这是我的理解 ok 这是我的理解 叫幸福 是不是 叫做幸福 丰树的人生 丰树的生命 就是幸福 ok 这个 有讲回丰树的弟兄 他现在每天都在Facebook那边放 什么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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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只是讲 幸福 我在圣经里面找来找去找不到 因为圣经不是用华语写的吗 如果圣经用华语写的 肯定会有很多幸福 对不对 所以我找找找 什么叫幸福 哦 原来 是 什么 原来是 福悲满意叫幸福 可以认同吗 可以认同吗 可以哦 可以认同的话 我们一起来 读这个的经文 因为他其实有一段经文是 四篇二十三篇全部都有的 可能取消掉了 可以 有了 可以来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喝一口水来 一起读 一二三 它是我的牧者 我必须只缺乏 它乎我躺过在极草地上 我并迷我在ся那些谁天 它使我的灵魂书醒 我以自己的灵魂央护我做一路 我虽然经过使命的忧补 我妈招待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葬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第五节你看到吗 我们再读一次第二段 第五节第二段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意 我深深的相信 神不单止要救赎我们 使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成长 神更要祝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是物质 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领受得到的 我们经历得到的 我们用得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福悲满意 对我来讲就是丰盛的生命 因为我们不单止自己可以装得满满 我们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样好不好 这样OK 第一 他讲什么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意 高 用油高了我的头 是什么意思 在旧约圣经里面 只有先知 君王和祭司 被拣选的时候 他需要被领袖来 或者是先知来用高油高下去 然后就委任这样子 就是要比他更高的人 把他委任 然后他就是被拣选的意思 我们当中 现在 耶稣来了之后 我们没有这三个侧位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三个侧位 可以讲阿们吗 我再讲一次 现在没有分别说 你是祭司 你是先知 你是君王 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先知 祭司和君王 可以讲阿们吗 好像不太肯定 我们要肯定一点 因为神捡选我们 神捡选我们 祂说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意 我们要可以有丰盛的生命 那丰盛的生命 在第一节那边 我们看看 丰盛的生命是什么 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这里很清楚了 我们应该会知道 就是说 当我们和这位创造主 有了关系 祂是牧者 我们是羊 所以你看 耶稣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刚才在耶和福音 十章十节的时候 祂讲 我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希望我们能够 像羊一样 在祂保护底下 祂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所以当我们 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 我们认可 我们认定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我相信这段经文 不只是讲 属灵上面的 这些的满足和充足 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可以有丰盛的生命 而这丰盛的生命来自哪里 来自这一边 只要我们跟祂有了关系 我们就永远都不知缺乏 好不好 要不要 我们都要对不对 只要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耶稣 我们就有了一个牧者 祂要带领我们 因为祂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我们就不怕会走迷路 我们不怕会走绝路 耶稣说祂是好牧人 好牧人会怎么样 围养舍命 我们如羊走迷没有方向 但是耶稣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就不知缺乏 耶利米苏三章十五节 看有没有 他讲什么 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 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所以我们有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永不缺乏 但是刚才我讲的 我们要把道解赶出去 然后丰盛在我们里面 第二点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令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有去过我的农场的人知道 以前我有养羊的啦 羊的细心呢 跟一般的动物不太一样 羊本身呢 他们需要一头领头羊嘛 为什么叫领头羊 就是一定要有人带头的 他们是没有方向的 全部都 就是要跟 但是如果有牧者在场的话呢 就更加好了 对吧 牧者会怎么样 领他们到可以躺卧的青草地上 如果你们有注意 在我的羊棚里面 那些羊呢 大部分都是站住的 我再讲一次 大部分的羊都站住的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天性 只要敌人来 他们来得及跑 他们很alert 非常的谨慎 什么情况底下 他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 什么情况底下 他们可以躺卧呢 就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底下 就是说有一个牧者在那边 保护他们 看顾他们 照顾他们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有安全感 他们才可以躺卧 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躺卧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 信赖这一位耶稣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 跟他有这个牧羊人 和羊群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躺卧在 青草地上 嗯嗯 哈喽 出来 出来 这些羊跑去哪里了 OK Good 然后他说 领我在可安县的水边 多少个人去过以色列这边 OK 多少个人知道 以色列是一个沙漠的国家 想问你一下 沙漠的国家 要找水源容易吗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牧者 你可能走了三天三夜 你已经磕死 你已经死在沙漠上面 在个沙堆上面 所以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牧者 你只要跟随着他 他不单止可以领你到青草地上 还可以领你到可安县的水边 就是那个水呢 是又清又好的水 而且你可以很安全地可以在那边休息 阿们吗 所以以前我们乱乱种啊 父亲话讲 我们是东盆西跑 我们是围了赌债 围了赌博 围了赌本 是不是 我们种来种口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牧人带领我们 所以我深深地相信 我们当中只要我们跟耶稣建立好这个关系 他会给我们青草 他会给我们水 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羊的话 羊就只要这两样东西 我再讲一次 羊只需要这两样东西 青草和水 它都不会吃狗肉的吗 羊会不会吃牛肉 它会不会要求要落地家来 没有吗 是不是 羊就是要这两样 而如果他认定这个牧者 而这个牧者可以带领他 来到青草地上 让他可以躺卧的话 又可以旁边又有水的话 那就不得了 对吧 以前我们在 对不起啦 不是全部啦 我们可能在赌博 在赌海里面浮沉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要找水啊 找饭吃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这一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一样 因为他肯定可以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可以在可安泄的水边 有没有吗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第三节 这里是其他的经文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 如果我们跟这个牧羊人 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接下来是什么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正言书 十六章二十五节讲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终成为死亡之路 是的 当我们认识主耶稣 我们的灵魂就被唤醒过来 以前我们的灵魂是睡觉的 是沉睡的 但是今天 主呢 要为他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一路 以往我们都 很多人都是过着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 就算你不是赌徒 你也会这样 或者是自以为义 的一个人生 但是 耶稣 祂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祂是我们的创造主 我常常爱讲 这个故事 一个小孩打扮得很漂亮 爸爸 那个妈妈带他去炸货店 然后他的嘴巴也很乖 他会称赞那个炸货店的老板 Uncle Uncle 你去店很帅 很安导 有没有 我常常讲这个故事 有多少个人记得 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故事讲到 这个Uncle给他赞了两赞 就很开心 他就说孩子来来来 今天Uncle很开心 你看我店里面所有的东西 只要你手里面抓到的 就属于你的 这个孩子看到饼干也喜欢 Chocolate他也要 糖果他也要 葡萄干也要 什么他都想要 最后 他灵机一动 他拉住Uncle的手 他说Uncle Uncle 我可以要你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有了Uncle 就有了整间店吗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很多大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只要神的祝福 我们忘记我们要的是 祝福的神 哈喽 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要那一撒糖果而已 不要忘记要抓住这个Uncle的手 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要上帝祝福我们 一点点 但是上帝讲 我就在这里 你都没有跟我要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求上帝的祝福 我们更要跟祝福的上帝有一个关系 可以Amen吗 会不会很沉重啊 不会了 OK啊 OK 接下来是什么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苦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都安慰我 我们相信啊 我们人生当中 有高山有低谷 有主的陪伴呢 我们就不用去怕 因为有主的同在呢 他的同在里面有什么 因为这里讲到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这同在里面有什么 第一样肯定有的 就是有平安 有力量 有智慧 我们还可以安息 像刚才那个羊群这样 他能够在青草地上 能够在水边 然后有保守 有祝福 有刚强 有壮胆 有能力 这些都是神的应许 只要是在他同在里面 因为就算耶稣亚 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战士 他也是要求神与他同在 就算摩西都一样 如果神没有与他同在 他讲我哪里都不想去 耶稣亚据第一章第九节讲什么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焉花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我只是拿到其中一个经文 所以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定是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清楚 我们还常常认劫作父 因为以前算命先生讲过这个 因为以前那个老师讲过这个 因为这个 苏安哥邻居讲过这个 我们就记得很清楚 但那神跟我们讲 你无论到哪里去 我都跟你们同在 你又陪你不相信 谁不是没有丰盛的生命吗 因为盗劫还没有走 因为你宁可给盗劫住在里面 你可能报了警察 还没有被抓 脏和肝都是牧羊人必须有的工具 就像我们以前割树脚的时候 要有脚刀一样 农腹也有锄头 脏是短的 可能有一些金树 会比较重 因为是保护羊群可以用的 他们可以打一些的猛兽 有时候也来管教他的羊群 如果羊不听话 这个你们明白我讲什么了 牧人会教训 让他顺服 肝是长的 尾端有一个弯钩 在羊群斗殴 他们打架的时候 会把他们分开 也拿来引导羊群 然而在大牧人的手中 这两样工具都成了安慰我们的 一些的引导和保护 和这个刚才讲管教 所以上帝他是千方百计 就是爱我们 保护我们 安慰我们 今天可能你觉得说 哎呀 我信了主一段日子 我还是泡泡沉沉 我还是软弱跌倒 但是不用怕 因为为什么 他的脏 他的肝 都安慰我们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爱我们才会跟我们同在 对不对 来我们一起读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这个撒姆尔记上 这个是大卫 因为那时候 非利式人跟以色列人对阵 对了四十天之后 都没有 没有人可以打 因为那个 格利亚 他很高大 差不多圣经这样算算算 差不多九厂以上 可能有三公厂这样高 所以他很聪明 但是我们不用打来打去 历史上这样多很麻烦 你找一个跟我对打 赢了 我们全部做你们的仆人 就是 你们输了 全部做我们的仆人 很公平吗 听起来对不对 但是一个九厂的 你这样跟他打一下 对不对 但是 这个人出现 他说什么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他就跟那个格利亚对骂 因为真战的胜败 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交在我们的手里 所以在我们敌人面前 神不单止是 让我们知道 真战是在乎他 更难得的是 兵荒马乱的时候 上帝说 他在敌人面前 为我们摆设宴行 就是让我们能够平安过日子 我们还是可以吃大餐 当然不是说 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David讲吃大餐 你会跑去吃乙气漏蚌 我没有这样讲 OK 更重要的是 神前选择我们 使我们的福悲满意 我深深相信这一点 虽然我也是这几年 经过很多 高高低低 也是吃了很多苦头 但是我始终相信 上帝会使我福悲满意 Amen 你跟自己讲 上帝会使我福悲满意 我们要认定 祂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就可以有福悲满意 我们不单止要 插满意 上肩下流 无处可容 这个是马拉吉书 那位答应我们的 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们 Amen 我们有了这个大牧者 他拣选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不是说 你这一次我跟你同在 过后就不关我的事了 因为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 我们也讲到说 刚才我们主席在祷告的时候 他也是讲 我们来世有百倍的收成 我们都不相信会有下一次 但是死后还有生命 这个意思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得胜 我们得救得胜 我们还会得奖赏 所以我们来世会有百倍的收成 他说我们一生一世 都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所以我们是一无所切 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就是我们会一无所切 以前我们自我中心 自以为意 然后今天以后呢 我们要脱胎换苦 因为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使我们有神的属性 因为恩惠和慈爱 都是神的属性 祂是随着我们 不用我们苦苦去练 苦苦去追求 苦苦的去求 因为这些属性跟着我们 我们人就有了改变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当我们跟这个大牧人 有了关系之后 不单止有今生的宝藏 有祝福 还有永生的祝福 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这里讲到圣经 大卫自己也是在另外一边 他说住在神的殿里 一直胜过在世上住千年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以后是有永远的福乐 重点是 我们要认识这位大牧者 我们也常常宣告 他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就可以有福备满意的神 我来到结论了 这里讲什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因为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没有遵行 然后我们离开了他 结论是什么 神既然前选我们 要祝福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会得不着呢 因为盗贼来了 他早已经在你 我的生命里面 做了偷窃 杀害和毁坏的工作 今天 让我们一起来立志 把盗贼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赶出去 迎接那个赤 丰盛生命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去解一切的丰素 迷信 知说 有电影电视 所带来的价值观的破坏 还有古人的这些术语 或者是遗传 所说 所带来的这些的咒诅 有前病人士 对我们的伤害 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今天我们要来立志 认识心认识 这一位大牧者 耶稣基督 他是为我们舍命 为了给我们丰盛的神命 圣经另外一边也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重点是 若有人在基督里 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我们要来认识耶稣 好 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 我们唱刚才最后 那一首丰盛的应许 我们来自己祷告 我们也有领袖也出来 我们要服侍其他的人